Hello 大家好 Vincent on Billy Bala Talk 坐完坐大道 在粵語片的先河同一時間 亦都是香港重量級的電影圈的大導演人馬 他在終身成就獎中的謝詞 非常之當頭棒 同一時間亦都是發人心醒 就算今天聽到的時候 都有很多的提醒在當中 我自己和楚源亦都有一個 特別多少少的微妙關係 原因是因為 我爸爸在電影圈裡工作 在退休之前 有一段幾長的時間跟楚源 他是我爸爸的前老闆 後來亦都發展為一個很好的朋友關係 老闆有很多種 什麼為之好老闆 大致上可以分開做兩類 一種就是天才級 厲害厲害的存在 他可能窮空極惡 亦都非常難相處 像喬布施一樣 但是你在他身上是學到東西的 第二種老闆 他非常關照你 亦師亦友 同一時間 可以扶持你 令到你可以更上一層樓 又或者 又或者 就算他不能夠幫你升職 都好 推薦你去到另一些公司 另一些老闆 令到你繼續可以發展 很難得楚源是 Both Gay是非常之天才 電影界拍戲 快刀手 同時間有很多鬼主意 同時 亦都很關照我爹地 後來亦都能保持到 一個很好的聯絡 非常之難得 兩樣 Both 加在一起的一個老闆 聽我爹地 不是現在說的 我小時候 坐完已經是 你可以說他不再怎麼做導演 反而在無線拍劇集 卡拉OK 那類型的時候 我爹地已經 偶爾說起 這個楚源 和他之間的一些趣事 我自己記得的其中一個 就是 話說 那時候我爹地已經不是跟 這個楚源 不過 就 有人 來到他off了 他就做一段時間的替工 第一天回去 和楚源共事的時候 楚源 看到他的時候 非常之熱情 坐下聊聊聊聊 聊聊聊 不知不覺 聊了一個多小時 後來 是輔導還是編劇 等等 當中 一個人在 charge 走過來 導演什麼時候開電影 我看你和朋友在聊天 不好意思 來打擾你 好 好 快點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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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他 除了平易近人 可以跟我爹地 一齊 沒有架子地 談 也是一個非常見譚的長者之外 同時 也有他一個挺可愛的一面 跟著 大家都退休了 我爹地 也會繼續去 採源生日會 每年他都會大宴親朋 電影界曾經共事過的朋友 去他的生日會 一起嘻嘻嘻嘻 共聚一堂 講一下之前曾經經歷過的事情 我爹地 就算移民來加拿大 很多時候都好像猴鳥那樣 尤其是冬天就會回去 坐完他是十月生日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真的去 究竟他慶祝的是新歷還是舊歷 Anyway 如果我爹地 剛剛在香港的時候 他都會收到邀請 最近好像三年前 四年前 我爹地展示過照片給我 都是去了採源生日會 他那時候已經有少許唏噓 我說我爹地 原因是因為採源去年紀大 開始沒有記性 都已經不太記得 身邊共事過的電影圈朋友 但是他仍然非常好客 笑容可谷 來多謝我爹地 多謝有心有心 來到我生日會裏面 各方面 所以呢 就算聽我爹地說 都仍然會覺得 這個長者是非常之 友善和可愛 也都是有種難捨難離的感覺 我自己也都自問 我不是一個天才級 存在的一個老闆 就算我有自己獨特的 一些優點都好 也都不是太懂得 怎樣去教人 同一時間 在公司裡面 壓力也都有限 未必能夠真的 令到我身邊的手下 能夠高 above and beyond 再加上呢 就是我自己 比較自閉 如果對方是相對地 比較積極去保持關係的話 都會繼續保持 如果不是的時候 很多很多人 最後都是擦身而過 之後呢 就不會再來 keep in touch 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覺得坐完 這些老闆 就更加難得 如果你身邊有一個這樣的老闆 就要好好好好珍惜 如果說起他終身成就獎 那個謝詞 他說的時候 我聽了幾次 過去幾天 亦都聽了兩三次 那真是很至理名言 那我不知道你現在這一刻 是經歷的 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失意還是真是得意 那坐完他自己都說到 那他有些戲 超級修得 當時得令的時候 但是同一時間 也都呢 真的有拍過幾套仆街片 然後給一個 真是according to my daddy 或者是不少人口中 根本不認識電影 只是懂得數 威也 計算著條婆子數 的這個方日華 方小姐 來到去creditize 你懂什麼電影藝術 吃屎啦你 那類 那我相信這句說話 就是采緣也是忍了很久 那他很有厚德 都是去到方小姐 過身之後 他才說出來 尤其是他拿獎的那一刻 才說出來 這個也是 非常難得的一個品格 但是你都看到 即使強如采緣 這個人 這樣呢 都會有 真的 得意 和失意 的人 時候 何況我們自己的人生 如果回顧的時候 又可不可以 在真的 不同的氣候 不同的環境之下 少看東南西北風 這個是 不容易的 但是同一時間 當你經歷過的時候 譬如 現在 經歷打仗 我們不是在烏克蘭 我純粹說 這個金融樓 財經上面 會有 那個 金融上面 的fructuration 資產上面 的fructuration 那個perspective 這樣說 好像很衰 很死鬼的 人家每個都是 在走爛的情況之下 那可能你自己 可能是另一套 就是移民 或者是 就是 經歷香港 為什麼現在 真的在地位上 十級而下 而且 低處 未算低 各方面 那種的唏噓 whatever 就是 你回首前陣的時候 這樣 真是 今天 今天 你經歷的 那個struggle 就是 你可不可以 好像坐完 那樣 繼續看著明天 那個太陽 再一次照耀的時候 你堅持 你努力 這樣 來到去活著 來到去真是 明天 比今天 或者昨天 過得好呢 那 明天 未必比昨天 或者今天 好 這個 要記得的 不要過分樂觀 但是 你可以選擇 去努力一點 有毅力一點 堅持地 來到去 過得比 昨天好 那這個 我相信是 很重要 那 他說 真是 很多東西 回想的時候 都可以 負少譚中 其實都覺得真是 你想一下 我小學的時候 覺得真的 那些考試壓力 非常之大 真的 去到真是 中學的時候 也都會擔心 究竟 自己的成績 可不可以進到 一些好的大學 自己想選的科目 那 尤其是 英文的時候 我真的吃屎 到現在為止 其實都吃屎 但是現在 不用考試 我老闆覺得 我OK就OK 是不是 但是那時候要 考試 失去的時候 可能因為這一科 卡軌著 就進不到大學 那時候也是 擔心到有得 沒得睡 而 包括我爸爸媽媽 在內 都是擔心 那 經常都是 咬我 或者是 給我說話 照廢 各方面 然後 去到大學的時候 又怕 出來找不到工作 因為 在這裏找工作 可能很喜歡 就說 你有沒有Canadian experience 或者是做 我兩樣都沒有的時候 真是醜醜醜 但是 居然 居然 又給我在 沒有找工作的情況之下 同一時間 真的 繼續 不管 繼續讀書的情況之下 就有工 來聘請我 就是一個 真是 未知於天才 又是很聰明 同一時間 又肯來 去提攜我 go above and beyond 的一個老闆 在 學校裏面 somehow 發掘了我 然後去那個公司 做 這個是 很難得的一個掣譽 令我很欣慰 到出來做工 你 開始去做投資 各方面 當然會有起起跌跌 經歷過沙士 在香港的衝擊 又經歷過金融海嘯 油價大跌 科網股爆破 在之前的 這個是 又或者是這個 covid 以至到現在 打仗的時候 下滑 你都會覺得 咦 仍然都會緊張 仍然都會覺得 是challenge 但是 真是 經歷過這麼多的時候 再繼續向前看 這樣 其實真是 你繼續follow through 我真的覺得是真的 做好你自己的一些分析 各方面 做好你自己的一些分析 各方面 當你風光到爆 當事得令的時候 又不要過分地一朝得志與無倫次 開心幾日 然後又回歸 還原基本步 繼續努力不懈 精益求精 又或者 如果你覺得是時候 需要躺平的時候 亦都可以躺平 繼續笑看風雲 隨得你扁 過分停留在最風光 或者是最悲哀的那一刻 最後來 換來 可能都是一個更大的痛苦 這個 我覺得 採源的人生 過分的豁達 自然流露出來 不只是 終身成就上 才講出來的 至少在我 through我爸爸的口中 understand的長者 一個體會 與大家一起去共勉 今天分享到這裡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BD巴拿托